吴天音 龙雷掌 你不死 当真是小看你了 正好我还怕赢得太轻松 有点无聊呢 狂风剑枭 来得好 天纲剑枕 该我了 我没养花吧 我们居然被一个人员镜压着的 这夜城剑枕一面相补 兽族的兽心弄 这小子竟弄得如此熟悉 真挖云在搞什么 很好 夜城 接下来你可千万别死太快 亮眼 的阵头 涂 爂 你也要轮转 你这剑气什么鬼 你原来如此 在这八卦图中 我的力量和速度都被压制了 花灵却不断得到增幅 这画园的八卦阵图不简单 而两刀异阳剑气 更是由特殊防护进而成 拱手兼拜 这样下去 烈臣输都胜手 真是狼狈啊 就像一条丧家之犬 胆子还想赢到决赛 胆 贤天钢气 这不是上官家和周家的不传之秘吗 叶臣怎么会的 月儿 怎没听你提过叶臣通晓贤天钢气啊 我 我也不知道呀 这 这怎么可能 你哪儿觉得是贤天钢气 你猜 找死 贤天钢气 金刚难破 果然不错 抗走 你 玉花云算是败了 成阳总脸丢大了 真是想到 叶臣辞子 不可限量啊 够厉害啊 这是你逼我的 丁永宝塔 陈阳靖以上才有个本命灵气 就算华云最后赢也不光彩啊 哪一个任元靖 居然还要动用本命灵气 要不要点脸啊 诸葛前辈所言其事 我青云宗虽全员淘汰 都已输得光明磊落 这本命灵气一出 再打下去 叶臣会没命的 叶臣 已经可以了 是啊叶臣 快点下来 不要再成能了 师父 我还没输 既然你一心找死 那可就抓住个我了 叶臣 竟然扛住了 叶臣真的只是人眼镜吗 这小子是妖孽吧 躺了笔当车 这些人不实力了 给我住 圣者为王 我红约都认输了 可以放了叶臣了 叶臣 你当三宗大笔 是凡人武夫点道为止的儿戏比武吗 按三宗大笔规则 叶臣想要认输 得他亲自开口才行 旁人无法带他认输 什么勾批规则 你们就是故意想叶臣死 他叶臣不是一身蒸蒸傲骨 我宁死也不愿意认输吗 难道我该成全他 成长将 还请卖我横月宗一个人情 放了我徒儿吧 楚轩二 这可不是求人的姿态呀 那我要如何做 成长将才能放人 跪下来求我 你也配 怎么 还想在我正阳宗动手不成 我跪 师父 我准跪 你还没有被镇压 你活开 不 无数英遂灵气 他还是人吗 他人缘今话是假的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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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不信 叶臣 也不信 你死就是我亡 兰无极 当日你羞辱我有一事羞男 今日我就用他的剑 他的秘术 光明正大打败你 叶师弟 人是为此向你借钱 害其掩天 我 我认 你说什么 不服气还想着 那我成全你 这就是你们的第二真传 那郑阳宗 不过如此 这叶辰算是彻底出名了 人缘境第一人啊 现在这郑阳宗肠子都毁清了吧 你我之间 是时候有个了结了 那我赢了 是否可以给我亲一口 可以啊 脱衣服来衬 我也可以啊 长老不必担心 当日与叶辰提出分手 我已做好将来为敌的觉悟 明日之战事关宗人生命 明霜定当全力一份 此战 此战不问生死 此战应该如此